如果说14世纪中期东亚是明朝为主宰的话 那么中亚就是帖木尔帝国称雄的时代 这个由蒙古贵族建立的强盛帝国 先后征服了周围一圈的国家 并且和奥斯曼帝国白手腕 企图恢复曾经的蒙古帝国 并且趁东方静难之役的时候 还想东征明朝 可以说当时的帖木尔帝国 就是一个横跨中亚的强盛意识的大帝国 值得一提的是 帖木尔帝国和东边的老邻居明朝 似乎拿了一样的剧本 帝国建立者帖木尔不仅心爱的长子 去世而不得不改立孙子为继承人 去世后也爆发了和明朝一样的夺位之战 最终也是老四笑到最后 维持了帝国半个世纪的荣光 可惜帖木尔帝国虽然拿了一样的剧本 但运气似乎不行 建国一百多年的帖木尔帝国 就因为内罗尔分崩离析 最终被乌兹别克人所取代 享国一百三十七年 只有明朝的一半 帖木尔帝国的建立 帖木尔出生于突厥化的蒙古部落巴鲁拉斯部 并不是蒙古黄金家族出身 早年臣服于东查葛台汉兔呼噜铁木 后来和那匈迷里呼吸一起起兵 反抗东查葛台的统治 扶持傀儡掌权 统治河中地区 本人也迎娶了有成吉斯汉血统的 东查和台汉国王室 黑得而活者的女儿维妃 这才为帖木尔日后建立政权奠定了合法性 帖木尔素有大志 占领河中后就暗中积蓄实力 不断扩张 1370年帖木尔杀了当年一起起兵的米里呼心 赌掌大权 以巴黎黑为首都 建立了帖木尔帝国 帖木尔一心想要恢复蒙古帝国的荣光 因此不断对外征战 消灭了战据巴格达的扎莱伊尔王朝 打垮了黑洋部落联盟 扫荡了阿塞拜疆 此时的中亚唯一能和帖木尔帝国可以抗衡的 就是如日中天的奥斯曼帝国 双方也为利益冲突不断交战 1402年 就在明朝静难之一快结束的时候 帖木尔与奥斯曼帝国在安卡拉地区爆发大战 由于奥斯曼帝国的轻敌而战败 奥斯曼帝国皇帝巴耶吉德一世战败被俘 其他儿子要么战死 要么逃脱 为了争夺皇位 奥斯曼帝国陷入了长达十年的内战时期 而帖木尔帝国则大胜而归 至此经过帖木尔的不断征战 崛起的帖木尔帝国先后击败东查葛台韩国 库尔特王国 萨尔巴达尔政权 金杖韩国 穆法扎尔王朝 扎莱伊尔王朝 德里苏丹国 马穆鲁克政权 格鲁吉亚王国 奥斯曼帝国等等 成为中亚首屈一指的大帝国 东征明朝 帖木尔帝国建立的时候 曾经一度对明朝内供 但是朱允文也为薛藩而爆发静难之变 让帖木尔感觉到 这是恢复蒙古帝国的机会 于是先停止对明朝内供 随后策划远征明朝的事宜 他计划先率领二十万大军东征 然后留下部分士兵进行屯田 一步一步逐年调兵 并且广征粮草 可以说帖木尔做出了充足的准备 1404年底 准备充分的帖木尔命令 孙子哈里勒率领前锋部队出发 自己则亲率四十五万大军启程 最终到达俄达拉城 金哈萨克斯坦 其姆肯特市阿雷斯河和希尔河交汇处 另一边获得胜利的朱棣在南京继位 听闻帖木尔准备出征的消息后 命甘肃总兵宋盛加强守备 一场决定命运的大战即将爆发 就在双方即将接触的时候 帖木尔一并不起 最终病逝 而帖木尔一死 大家喜闻乐见地夺权的戏马立马上演 帖木尔和老朱一样 将自己的帝国都分封给自己的儿子进行统治 其中长在纸罕杰尔市继承人 其余子寺分封各地 不过帖木尔的儿子只有四个 和朱元张子寺那么多不一样 但分封的领土也不少 老二乌玛尔沙黑统治帝国西部 老三米兰沙统治西波斯北部 北高加索地区 巴格达及其附近地区 老四沙哈鲁在护罗山 属于帝国中部区域 当然帖木尔也是不放心的 还安插了大量异性贵族 防止这些儿子们做的 可惜帖木尔深受喜欢的长子 直喊杰尔死在了帖木尔的前面 给他留下了两个孙子 马黑麻苏丹和皮尔马黑麻 帖木尔偏爱小孙子皮尔马黑麻 让长孙马黑麻苏丹分封出去 以便让此孙皮尔马黑麻顺利继位 然而帖木尔的突然去世 因为事发突然 在军中造成了不少混乱 本来应该通知 继承人皮尔马黑麻继承地位 但征讨明军的大将 拉密里和沙黑努尔丁 违背了他们对铁木尔生前的承诺 并没有通知皮尔马黑麻 反而通知了老四沙哈鲁 其他将领则支持在军中 颇具人心的老三哈利勒 哈利勒此时就在争名大军中 两派的分歧导致争名大军的分裂 哈利勒立马回到都城控制首都 政治上占据了主动 而继承人皮尔马黑麻 远在阿富汗地区 并不在都城 让哈利勒抢了先 于是准备率军北上夺位 可惜不敌两战皆败 亏退阿富汗地区 后来更是被自己的宰相暗害 至此 铁木尔的合法继承人去世 铁木尔帝国内部混乱更加频繁 谁都想成为帝国的新主人 虽然哈利勒在都城继位 但是由于是篡位 各地王子和总督根本不听号令 命令不出都城撒马尔汗 而他本人也在各地平叛中 也为大义被俘虏 最终暗中积蓄实力的老四沙哈鲁 果断从老家赫拉特出兵平定叛乱 以为皮尔马黑麻报仇为名 进军河中夺取铁木尔帝国皇位 并且就回了哈利勒 并且放逐了他 让他远离帝国中心 至此沙哈鲁再度统一了铁木尔帝国 不过帝国的西波斯地区 属于老三米莱沙子四控制的领地 早在内乱的时候就宣布自立 沙哈鲁未能平定这个地区 当然西波斯地区虽然自立 但也不太平 各地起义割据势力不断爆发 被土库漫人建立的黑洋王朝所灭 后来沙哈鲁两次出兵攻打黑洋王朝 但未能打败他们 因此贴木尔帝国的势力 彻底退出西亚地区 沙哈鲁控制的地方只有河中 阿富汗以及波斯湾东部地区 贴木尔帝国老四沙哈鲁 和明朝老四朱地一样 以自己的老家赫拉特为都城 派儿子乌鲁伯住在原先的都城 撒马尔汗 稳定内部局势后 开始进行国内的建设 恢复因为战乱而衰退的经济 兴建城市 发展贸易 拓展商路 尤其是文化方面 极力发展波斯文学和艺术 而他的时代 也被称为贴木尔文艺复兴时代 当时的撒马尔汗 以及赫拉特是贴木尔文艺复兴 最灿烂的中心 至于沙哈鲁的妻子 杀的也是智谋才艺 过人的人 是沙哈鲁的得力助手 和朱棣的徐皇后 一样都是贤内助 强盛之后的灭亡 在沙哈鲁统治时期 其剧本的走向和明朝 几乎一模一样 沙哈鲁儿子悟鲁伯 也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 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 酷爱诗歌 甚至精通天文立算 父亲称帝后 被父亲派往原先的都城 撒马尔汗坐镇 治理撒马尔汗三十多年 让撒马尔汗经济高度繁荣 文化昌盛 国库充盈 一如朱高尺多次监国一样 但是剧本 到了乌鲁伯继位后 开始变样了 乌鲁伯继位后 也是短暂 不到两年 但是他是被儿子试杀的 乌鲁伯被试杀后 贴木尔帝国再度 陷入争权夺位的纷争 不仅沙哈鲁的子孙在争权夺位 连贴木尔的其他儿子后裔 也参与其中 最终强盛意识的贴木尔帝国 在无休止的内讧中 失去了往日的荣耀 1500年 当年蒙古帝国术 秩序的后裔 西班尼汉攻破撒马尔汗 贴木尔帝国就此灭亡 贴木尔帝国和明朝一样 都是亚洲的大帝国 不过和明朝不一样 贴木尔一生南征北战 虽然顺利地征服了各个国家 但是他不太懂如何治理地方 每次攻下一个地盘 要么强迫人家改变信仰 要么征收较高的赋税 或者直接屠戮这个地方 打下地盘后压根就没有想到 好好消化 以便将来统治 这就导致贴木尔帝国 对地方的管理实在混乱 奇异频繁 为了弥补这个问题 贴木尔又不得不重新 启用当地的贵族 来帮助自己管理这些地盘 但又产生了新的问题 这些贵族不仅不能没有帮助 贴木尔治理这些地方 反而恢复自己的统治 叛乱规模越来越多 让贴木尔不得不再次 重新征讨这些地方 差点活活类似 虽然贴木尔活着的时候 他建立的贴木尔帝国 却是纵横中亚和西亚 统治了高达450万平方公里的疆域 可惜在征讨明朝的途中病逝 加上内部有人野心勃勃 帝国立刻陷入内乱之中 有军权的子孙都想掌握大权 兵戈相向 虽然老四沙哈鲁夺取大权 但内部的隐患从未消除 一直到灭国都在内讧中 有军权的子孙都想掌握大权